這一條直徑八十公分的超粗水管 他就佔用了屏東 臨邊大橋的機車道 我們看到許多機車就被逼的 只好騎出白線與車徵道 相當的危險 民眾說他們已經向自來水公司 反應了好幾次 但是都沒有用 所以今天他們決定站出來抗議 這麼粗的一條黑色自來水管線 就這樣躺在臨邊大橋機車道上 加上一旁保護水管的 紐澤西護欄 機車道整個都被占滿 機車只能夠騎出白線外頭與車徵道 看起來顯像緩升 汽車呼啸而過 當地居民常常因此發生車禍 居民表示有多次向自來水公司反應 卻遲遲沒有改善 中午聚集在臨邊大橋表達抗議 早出發生車禍 來自托客 八八風災抽壞水管這條新裝設的管線 是經過東港要通往小琉球 公益沿線居民的民生用水 只是擺放位置遣缺規劃 影響用路人安全 也難怪當地居民遠身載道 民視新聞 宏明生 評論報導